大家好 我是Philip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比較特別的牌子 就是OWC 這個牌子究竟是什麼呢? 今集就跟大家說一下它的產品和品牌 開始影片之前記得按讚和訂閱的頻道 一起去留言和聊一下這條影片 或者其他影片有什麼意見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留言 大家在攝影產品或者電影產品上有什麼問題 隨便留言我都會盡量一一去回答 當然要我認識 另外就是要記得訂閱 因為我看後台都是六成人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所以大家 各位朋友也好 自己也好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讚好我的影片 一起去戰勝YouTube的演算法 OWC最近推出了Aless Ultra的一個系列 大家都知道越來越多相機或者攝影機 就會轉用CFXPECT-B的卡 所以OWC也會推出一些系列 高速卡來應對這些產品 先來試一下這張卡的速度 這張卡是台灣製造的 同一般高階卡一樣 都是金屬的殼 和金屬的外殼設計為主 又耐用一點 不用在膠邊會爆膠邊那樣慘 另外它的速度 就是在165GB至650GB 都可以保持在1300mAh 最少1秒 而1TB至2TB 就去到1500mAh 最少1秒 這個就是之前經常說的 就是最少寫入 這個關係到 你這張卡實際使用在相機的效能 我們就插進電腦 試一下它的效能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其實現在暫時 最快可以讀CFXPECT的卡 reader 就算你走到Thunderbolt 3 其實最快最快那隻 其實有幾隻是Thunderbolt 3 但是最快都是只有1600mAh 最極限 所以受限於獨卡器的影響 可能那個極限就無法看出來 但我們可以看到什麼呢 就是它的持續寫入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持續寫入是1225mAh 很接近廠方的寫出來的效能 獨取速度也是相當優秀 其實很多試卡的朋友 可能用USB的話 就根本無法試出實際效能 所以如果你要用到一張卡 用到盡量的話 即是你要試到 其實高速度卡器當然要 但是如果要試到它 這張卡的極限 其實就比較困難 因為就要用很多方法 去轉接不是讀卡器的情況 去測試 這個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現實一點 都是用Final 3的獨卡器去測試 接著就試一下1TB的容量 說一件事給大家聽聽 大家上網很多時候看到 測試 其實它的測試file size 其實都會調到很小 即是可能是 MAX很小 Gb數很小 卡的反應 都是十分之快的 其實這件事 反應不到實際的卡 在我們使用大量抄寫 或者是我們去做一些 寫入的時候 實際的速度 或者穩定性 所以通常我都是調到軟件 File size 是最大最大 那之後測試 就去到64Gb 令到它出來的數據 更加真實 通常 廠或者一般測試 也不會這樣做 但是我堅持要在這個尺寸 因為我想要試一下 究竟它作為一個高速卡 在實際的尺寸方面 效能是怎樣的 大家會看到 除了數據方面之外 速度曲線 亦是非常平穩的 這代表什麼呢 其實它的速度 已經超過了 我讀卡器的最高速度 變成就是 可能要找另外一些方法 才會試到極限 當然啦 我現在市面上 可以買到的獨卡器 即是Fundable 3 的獨卡器 已經是極限1600mAh限制 雖然大家都知道 Fundable 3 極限是2800mAh 但是因為獨卡器本身也有芯片 所以極限都會限制在芯片上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當然也要試一下 放入相機實際室試一下 放入相機實際室試一下 究竟有20張 1秒20張的大窩 長安是怎樣的反應 讓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看看它在長按之下 它的速度是如何的 再和大家試一下 究竟高效窩 HC 會有什麼反應 當然是可以暢安連拍 不會停 這就是基本上 現在大家最常用的一種連拍方法 試完連拍 當然要試一下 NECON Z8 最厲害的 8K 60p 的 Endwall 當然如果它不夠快 絕對會停機 當然這張卡這麼快 當然是拍爆卡也沒問題 但如果大家需要錄長時間 就要賣大極速一點 接著跟大家試一下 1TB 的反應 1TB� 在11分12-13秒左右就出現開卡警告 當然出開警告就不是說部機或一張卡是不能繼續進去 提示卡已經到了某個溫度 提示小心辣手 而去到卡門 22分31秒都是沒有出現停機的現象 亦沒有任何用不到的情況 這個絕對是一個合格的表現 講回這個品牌OWC 它最初是一個美的品牌 但其實我最初接觸這個品牌 我是以為它是一個台灣品牌 後來才有加資料 原來它是一個美的品牌 亦為何我會特別知道這個品牌 好像是很早之前 很多年前已經知道 因為它由1988年 這個品牌開始推出的時候 當然我沒有那麼早用到它 但後期它推出了很多產品 尤其是Fundable 即是我用很多Apple產品 所以Fundable的產品去追求極速速度 它推出了很多產品 別人的廠沒有推出 或者沒有廠推出的 只有它推出的 它就很特別了 所以這些產品很適合我使用 所以我特別會留意它的Fundable產品 也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剛才測試的Card Reader OWC 的Fundable 3 加USB的Card Reader 這個也不錯 因為很多時候 Fundable 3 以前 即是有很多劇牌的產品 它只可以Fundable 3 未必是電腦都有Fundable 所以這隻Card Reader 它可以做一個單口 但雙制式 即是如果你是Fundable 3 它自動就行Fundable 3的速度 如果有USB的插口 它自動降回USB 不會像一些電腦 沒有Fundable 3 就是沒有反應 在價錢上 我覺得以千元的Card Reader 其實它也挺划算的 不是跟其他讀卡器相差太遠 但是有個極速的享受 不過這個讀卡器有一個驚喜的東西 我都挺喜歡的 它很大方 它是跟一條Fundable 4 的線 亦是USB 制式和Fundable 2 用 亦有一個插口 可以轉換 有時機器沒有Type-C 就可以有Type-A 這也是挺好的 細心的地方就是 你知道我們有時 拿一部機器出去拍攝 有時抄圖片 未必是自己 未必每個人都有Type-C 的接口 有Type-A 可以轉換 Type-A 其實是方便 我們不用到處找線 亦是一個高制式的格式Fundable 4 日後有什麼都可以使用 這條線 這是一個廠家 我覺得是細心的地方 另外順帶一提 OWC 在4月份出了一個軟體 叫做Energize 可以做一個 利用原裝的Card Reader 可以更新的Fundable 即卡的Fundable 好像傳聞說 某些卡形 都可以提速 另外 這個軟體也可以檢查 那張卡的健康 亦可以把它做一個 英文 應該是 英文不好 意思就是 把它整理 清理 這張卡 令到最佳的狀態 如果大家用這張卡 亦有它的耳機打開的話 記得 用軟體來做一些優化 又或者更新Firmware 另外當然有SSD SSD 大家都知道 大家很頭痛就是選擇SSD 哪個安全 又或者還有什麼可以選擇 這是最近很多朋友都會很頭痛的一件事 這隻SSD 提供測試就是1TB 我自己也想買一個4TB來玩一下 當然 2TB 4TB 大容量 未必經常有貨 因為大家都未必會用到這麼大容量 但我也很期待到時 試試剪東西 或者做事用 因為這個尺寸 就是金屬殼 這個尺寸 這個尺寸 Fundable 3 亦都可以兼容USB頭 跟獨家器一樣 兩種低色都是可以的 亦都跟獨家器一樣 可以是Fundable 4 亦都可以是USB 轉回Type-A的轉接頭 它因為受惠於Fundable 3的關係 沒有了Card Reader 那些麻煩的限制 它的SSD 適用SSD 讀取速度達到268Mb 使用速度達到2029Mb 唯一就是曲線 即是一開始的時候只有700多Mb 但是它的設備速度 慢慢都會提升到2000多Mb 這方面都是可能 你長期使用就OK的 但你突發性使用的時候 它700多Mb 其實都已經比很多USB的SSD 所以我覺得絕對是夠用的 另外就是一個Fundable的Dock 就是好像我一樣 經常都會用一些MacBook Pro 一些App Pro的產品 有時候的Pro位不夠 想加多些功能的時候 可以加些什麼呢 它也有出的Dock 就是很出名的 LWC最出名的就是Dock 即是在我Fundable身邊 身邊的朋友大家都知道 它的Dock真的非常之好 因為Fundable 你不是只用USB USB始終到現在 都是有限速 即是有限制 它有Fundable 這個是很重要的 Dock來講 適合一些像我一樣 經常要用MacBook Pro剪片 或者當MacBook Pro 或者Fundable的機器 當台機器用的人 因為大家也知道 以我的MacBook Pro為例 因為只有三個Fundable頭 變成它要多插一些東西 都會有些困難 如果你插普通USB 就會拖慢了 但它這個Dock 本身已經有CF Express 的Coreader SD Card 或者轉換USB 3.2 電腦 變成它可以 有很多電腦位置 你就可以拖回自己的設計 不用怕 不夠位置 老實說 我現在只剩下三個位置 一定不夠 所以一定要加一些盒子 但大家也知道 如果你不是Fundable的產品 就會拖慢了 還有一件事 就是AutoBC很出名的USB-C 保護器 當然它叫做USB-C 其實它是分一鍋 和USB-C 都可以用回這個頭 有需要可以加入這個設備 令到減低機會 即那個USB-C頭 會鬆動 或是分補充的頭 會鬆動 令到接觸不良 這個頭 我看到其他品牌都未必會有 原廠間的Fundable 4 線 一隻很高功率的火牛 大家也會看到 它用的制式 不會太容易脫掉 這隻火牛也是全看電源 FSP 大家也會知道 它的功率是180V 亦會令到Dock的電壓穩定 它的Cloud Reader 和剛才測試的Cloud Reader 其實速度是差不多 亦可以到達千多Mbps 一秒 大家也不需要擔心 因為插入Dock 而損失了高速的享受 講完幾種產品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我覺得有些產品十分方便 尤其是我們追求 當你開工 當你開工 你開工可能需要快一點 快點下班 插完東西 插完東西 快點下班 有些人覺得可能它的品牌比較穩陣 想找一個品牌比較穩陣的東西 SSD更穩陣 Lock Dock更穩陣 其實也有信心 因為它的Dock真的非常出名 非常出名 就是你要喜歡Finalable 你就一定要先看AWC 因為其他品牌 你出過Dock 也有的 但是沒有跟得那麼貼 真的沒有跟得那麼貼 你一定是AWC 大家如果有接觸開電腦的東西 一定是它最跟得很貼 而且在價錢上面 性價比上面 其實我覺得它也做得很好 所以大家有什麼意見 或者有什麼不明白 或者是隨便可以留言給我問 也可以上去官網看 這次的介紹就先到這裡 對於這些產品 如果你不明白 就像剛才所說 一定要留言給我 一起聊一下 也可以諮詢他們 的意見也可以 問問我也可以 沒有所謂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找其他新產品 給大家試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